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正常的理解 压轴嘉宾就是在零点之前最后一个上场表演节目的人 东方卫视的跨年安排中 张艺兴在11点40分上场表演 废 面纱 时间是6分出头 随后是大合唱 光音的故事 然后敲响零点的钟声 但是在现实中 张艺兴的上场时间变成了11点38分 提前两分钟 而且新的台本中还加上了宣传电影《无名》 最后才是大合唱环节 也就是张艺兴表演结束之后 王一博上场干巴巴地宣传了一波自己的新电影 并且播放了电影宣传片 跨年晚会结束之后 张艺兴也发文内喊了王一博 写道 压不压轴不重要 用实力说话 坦荡诚实 磊落前行 短短几句话直接将王一博置于尴尬境地 张艺兴的粉丝对此非常不满 称 王一博是压轴刺客 因为这件事情骂了王一博将近四天的时间 但在1月4号这一天 事情迎来了反转 王一博宣传电影并不是临时安排的 张艺兴的表演时间没有变化 首先 22点王一博表演结束之后 主持人当场还说了 稍后王一博继续为大家带来特别的惊喜和礼物 可以看出王一博宣传电影是早就安排好的 不然主持人也不会在22点的时候就提了一句 其次 张艺兴一直都是压轴嘉宾 不管是之前的宣传还是实际上的情况 主持人说的就是压轴嘉宾 没有人抢张艺兴的风头 再次 不管按照哪个节目单都可以看出 张艺兴的舞台只提前了两分钟 演出时长都是六分多钟 不存在挤压张艺兴的表演时间之说 张艺兴粉丝如此之所以不满 是因为张艺兴舞台出现了种种失误 粉丝觉得王一博宣传新电影挤压了张艺兴的演唱时间造成的 但是事实上是表演时间还是六分多一点 只是时间提前了 无人所减他的时间 最后 出事故的人是张艺兴自己 当天表演节目的时候 张艺兴在台上频频失误 而反出问题 跳舞滑了一下 就连粉丝都看出来了 在最后十几秒的时候 张艺兴发脾气 甚至放弃表演 表演结束之后的大合唱环节都没有参加 的确 不管台上是出现了任何问题 嘉宾都应该稳住心态 好好表演 而不是自暴自弃 生气甩脸 不配合接下来的表演 这样的人即便实力再强 也不会走得长远 首先 按照之前东方卫视的官方宣传 和晚会当天的节目单 张艺兴的节目的确是压轴无一 所以 张艺兴 你受委屈了 这里没有什么疑点 我们暂且不提 单看王一博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晚会上宣传的新片是 定当于大年初一的谍战大作《无名》 片中作为主演的除了王一博之外 还有大咖梁朝伟 另外 王传军 周迅 黄磊 张静怡 大鹏在影片中也有不少的戏份 按说 新片的宣传任务怎么着 也不应该单独地烙在了王一博一个人的肩上 而且王一博也是当下的顶流明星之一 无论如何 也不需要采取这种略显下作的方式 蹭别人的热度让自己火 在晚会上抢别人的时间进行宣传 虽然十分令人耳目一新 但王一博和他的团队不可能想不到 这种行为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吧 那为什么王一博还会在这个尴尬的时刻 出现在舞台上呢 可以肯定他是被抓撞钉了 正好他就是新片的主演之一 正好那天晚上他又在现场 那不好意思 就是你了 上台露个脸吧 吴明 1月1号才官宣定档 大年初一这个消息 那么跨年夜在晚会气氛最高的时刻 进行正式的宣传 不可能是演员的个人行为 因为当时并不是王一博的时间段 晚会方也不太可能会因为 某个演员的个人要求 而临时改变节目的进程 况且还是压轴节目 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 这是影片方和晚会方 提前商量好的动作 他们可能希望达到一个 出人意料的惊喜效果 结果却事与愿违 坑了张艺兴不说 顺带还让王一博 莫名其妙地背了一个大锅 张艺兴和王一博压轴之争 是愈演愈烈 王一博作为一个表演嘉宾 宣传电影一定是提前安排好的事情 主持人当时也有说到 所以不会是临时加塞 抢了张艺兴的位置 是不是哪个沟通环节出了问题 张艺兴作为表演嘉宾 的确是最后一个表演节目的 严格意义来说 她的确是压轴嘉宾 而东方卫视当晚的收视率 也随着张艺兴的出场达到了峰值 人气毋庸置疑 但是张艺兴舞台表演失误 也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事情 所以这一点怪不到 王一博的头上 还有说好的大合唱环节 张艺兴临时不参加 敬业精神遭到质疑 不管前一场的表演如何 对于后续说好的工作 理应是敬业完成 而不是甩脸不参加了 张艺兴如果真的觉得很委屈的话 完全可以找节目组说理 而不是任由粉丝在胡搅蛮缠 甚至是暗戳戳的引导粉丝 做不好的事情 最后应该出面为这件事情 做个了结以及澄清 就是东方卫视节目组 说清楚前因后果 吸了粉丝的怒火 同时给张艺兴和王一博 一个公道化 不然事情愈演愈烈 不利于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 粉丝继续闹下去 对两位正主来说 最后为这件事情买大的 还是他们自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